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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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他钱包里不知道有多少钱 然后家里的钱 他从来永远开一个存折 记不住密码那种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我 全然都是我来 所以家庭是有分工的 一个人心系 那个人肯定不粗也都会变粗 是吧 是啊 我们看出来 刘先生为什么这么瘦了吧 都是数钱数的 不是数钱数的 是赔钱赔的 对 刚才说到这儿 我看到您写一篇文章 说最初跟您妻子见面的时候 您有两大条件 我看得比较准 第一说他的妻子很温和 很好一个人 对 很平和 其次他说他的面相很旺夫 看来你 我喜欢看看人的面相 比如我看你们的时候 我不是特别精通一经那种东西 但是看了一个东西 基本八九不离十 人的很多东西是在脸上 相由心生 中国有一句话叫相由心生 尤其你到了一定岁数 像我们这样的岁数的人 你所有的沧桑 你的知识 你的能力 你的无知 全都写在我这张脸上 所以说我这张脸上就是一个地图 你看一眼就能知道 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 千装百孔 对 我这张说明刘先生 在选这个夫人的时候 他当时是有条件的 对 因为当时我认识我太太的时候 别人介绍的 那时候我已经30岁了 我太太年24 当时我想的是 再找一个女人是要结婚的 是吧 所以说我是以 她能不能做太太的角度去看她 是吧 我觉得就不会像那个 两个年轻人一见钟 尽量谈恋爱 这个其实我想跟你聊这个话题 是想让您谈谈 您有一个观点 说婚姻和爱情 不是孪生姐妹 还不是一个爹妈生的 对 他们是两码事 那你跟我们说 到底哪个两码事 爱情讲究的是浪漫 是吧 讲究的是两情相悦 婚姻讲究的是现实 我老想一句话 就是说 爱情可以当饭吃 你可以当 你追女朋友的时候 可以在楼底下拿一锁花 一天一夜不吃饭 然后看着的 就像喝着空气也能吃饱 但是婚姻是需要有饭吃的 对吗 每天一天柴米油盐 你一天都是离不开的 而且爱情是两个人之间的事 是吧 两个人谈恋爱 你和我之间 你爱我我爱你就可以了 但是婚姻 还涉及到你周围的朋友 还有家庭 对吧 你的婚姻 你是摆脱不开双方家庭的 如果家庭之间 相差有很大的差距 那你生活起来以后 会有特别大的障碍 烦恼都在后边 是吧 比如说 比如说 一家生活 一个人出身很富有 另一个人出身非常贫穷 那你们从小 对金钱的观念 就是不一样 对吗 比如在同样买一件衣服 那个人觉得很自然 那个人觉得他很奢侈 很浪费 就这种东西 可能会贯彻你生活的 很多很多方面 因为我们讲 70%的婚姻 因为金钱引起 金钱因为你每天 都要处理金钱的问题 那么如果两个人 对金钱有这种 非常相反的这种认识的话 那你在过婚姻的过程中 你们俩这种矛盾 是天天会发生的 这种东西 所以我讲究 婚姻一定是门当户对的 爱情不管 爱情不管阶级 但是婚姻要有阶层的 对吗 所以婚姻一定是要有阶层的 那你这样对一些 爱情至上的人 是不是一种打击 是 是因为爱情至上主义者 他们往往 我今天上午还看了一个访谈 讲一个小女孩 和一个小男孩 认识一个月就结婚了 然后那小女孩怀孕了 想生孩子 男孩就不让他生 然后两个人就开始闹离婚 我觉得现在很多 生活中出现这种闪婚族 两人一线相爱 非快地结婚 我们就没说下一句话 基本上非快结婚的人 都会非快地离婚 对吧 来得快的东西 去得都特快 就像从股票上市场 挣钱的时候 三个垫停板挣下了钱 两个垫停板 加半个垫停板 你就全完蛋了 是一个道理 那好 这个刘先生 也摆出了一点现象 那我现在第一个问题呢 就请在座的各位 做一个选择题 测试 据为什么样的条件 才适合结婚 以下五个选项 请安自己的顺序排列 A 存款 B 工作 C 房子 B 汽车 E 事业基础 嘉宾们如何选择 比赛专家留院定 又是如何排列 怎样分析呢 我们一起来看吧 我觉得首先是事业基础 是一男的吧 他再有钱 再有房子 他没事业 你说这不是一二溜子吗 二一个 他得有工作 就是说 他得有个稳定的收入吧 大家差不差的 三一个 有了这些 肯定得有存款 他没有存款 光靠我那点钱 肯定不太好养活 是吧 还有他必须得有房子 为什么呢 因为我有车 有房子了 你没房子 人都说这男的 不住在自己的婚房里 婚姻基础不牢靠 最后再是车 因为两个车 花销也挺大的 有没有都没所谓了 您觉得他这个观点怎么样 我觉得每个人都 对婚姻都有自己的方法 要我排 就是排 第一是A 第二是B 第三是C 第四是E 第五是D 我说的房子可能是租的 不一定说有房子 现在很多人说 没房子不结婚 这肯定是错的 我讲有存款 就是没有钱 你连是吧 基本的 你连租个房子 办值办婚礼 那些行头 你都办不了 是吧 工作是一个 应该有一个正常的工作 第三 有一个房子 哪怕是租来的 起码有一地方住 第四 事业基础这东西很难说 如果把事业基础排在第一位 更多的人 我看像二婚那种选择 就是说 一般第二次结婚的时候 会把事业基础排 因为很多年轻人 在投婚的时候 他很难有一个事业基础 是吧 比如像我30岁 31岁 跟我老婆结婚的时候 啥玩意也没有 所以我觉得 车是最不必要的 我才同意他的说法 车是 车绝非生活必需品 可有可无的东西 存款是最重要 没有存款 娶媳妇的钱都没有 是吗 那个问问在座的 各位同意 这个有老师观点 也不同意的 陈坤说了 我刚才也不太同意 您的观点 首先把事业基础 放在前面 因为首先 我现在是未婚 我觉得看一个男人 最重要的 就是说 第一要有缘分 你看他一眼就对眼了 哪怕要不然 他是福布斯的领军人物 你也不会喜欢他 但是看他最重要的 要看他有没有发展潜力 他现在能力怎么样 尽管他可能没多少钱 但是我觉得他有能力 而且有发展前途 这个我就觉得牢靠了 选潜力股是最难选的 对吧 就像他们跟我说 跟我太太说 说你现在买了一只好股票 我老婆跟我说 我冒多大风险 你知道吗 这只股票我在手里 误了十年了 它都没涨过 涨过然后又跌下来 现在开始涨起来 他们说 我是误了十年了 我冒了巨大的风险 才有今天的收益 是吗 那收获得爱的时候 才更喜悦 我跟我老婆结婚十年了 我今年才发的计 前几天倒霉的时候 那怎么办 他说特别对 选潜力股 那要看你慧眼石珠 而且你得有耐心 比如说你买了一只股票 要误在手里 然后一直不撒手 误了十年 也许会飞起来 但还有一种可能 它一直就飞不起来 是吧 是吧 但我觉得你面相挺好的 应该行 2008河南美视 亲力打造新看点 大型互动法谈节目 沟通无线全面升级 每期一位著名专家 做客沟通 轻松地交流 你现在要生存问题了 对 愉快地互动 来 干杯 全新模式打造沟通品牌 你让我们先拜个码头来 我叫你 每周六晚21点30分 沟通无线与您不见不散 她是著名的理财专家 刘彦斌 本期她将做客沟通无线 与您畅谈婚姻理财 大家各有论到 她自己有单位没 她管别人不忘 有多少多少万的存款 不管怎么样的工作 得有一份 她要跟我A制 我得饿 专家指点理订 爱情在前进的过程中 是需要有金钱 作为支撑的 对吧 没有金钱支撑的爱情 是跑不远的 你的婚姻有钱的吗 就在本期的沟通无线 其实大家想说的是 今天刘老师想告诉大家 就是想让我们把婚姻和理财 结合在一起去考虑问题 也就是说 在我们选择伴侣的时候 多一条思路 多一个看法 可能有利于我们今后过得更幸福 那接下来 我们街头正好有个外财 我们来问问大家 就是赚多少钱 我们适合结婚 赚多少钱结婚合适 赚多少钱 结婚 买房不买房呀 最少一百万吧 五十万 二十万吧 三十万吧 纪别块钱吧 十万块钱就可以了 五六万吧 三百块钱 我为哪花几十块钱 投备 您说流动资金 还是算上房产 最少也得有房吧 买房子 车 订出所是首先的吧 要装修跟家具 能够买房子就行呗 买个车子 买车 买个插盘 买个帘盘 至少生活得有保障 最基本的 借钱 这我不会 可以先抓喊销背 怎么会先租个房子 去贷款什么呢 那肯定得家 家的人得帮点吧 这无所谓的这些东西 只要他们远 就可以了吧 如果老公就是实力比较强 有上进心 那当然可以先考虑 就给他结婚吗 我不结30岁以后再考虑 没有这些就不结婚了 我不代表我预见合适的 我就不结婚了 要不然我有钱我就结婚 要不然对方有钱我就结婚 如果双方都没有物质基础的话 我就我不结婚 我觉得结婚是个形式 关键看以后两个人 怎么样相处 很多幸福的婚姻 开始都不是很富有了 现在好多都是 没钱的时候过挺好 有钱了过得不是很好 现在觉得 好 刘老师刚才看到街头采访 有人认为得100万 有人认为几百块 可能人跟人的看法不一样 你怎么看待他们的观点 你觉得哪些话你最感兴趣 这多少都是人者见人 智者见智的事 我觉得100万肯定是有点过分了 前天我在北京才做一个节目 他们也说100万娶个老婆 我说100万娶老婆 我到这个岁数我都有点吃力 我最不喜欢的就那一小伙子说 对方有没有钱 一个男人娶老婆 哪能让对方花钱 我觉得一个男人 我觉得自己有多少钱能结婚 反正我结婚的时候 我有8万的存款 我老婆有3万 父母各给了1万 13万块钱 我花了差不多 不到5万块钱结的婚 就包括租了一个房子 我跟他们讲租个房子 至少要付上一年的房租 我首先要跟房东一年 我就说我租房子 娶老婆本身就是委屈老婆了 如果租3个月 房租交不起被轰出来 我这老婆这娶起来 就实在是吧 我说你应该有一年的房租 然后有点家用电器什么的 那时候电器还贵 我买个电视1万 现在有1万块钱 我估计连电视连洗衣机冰箱 都买下来了是吧 所以说现在的生活成本 比那时候可能也高不了特别多 我觉得有几万块钱 应该没问题 比如在郑州结婚租个房子 我觉得有五万块钱应该行了吧 零的差不多 看来大家比较认同您这个观点 是 我觉得娶老婆 两人在一起的时候 如果男方有事业基础 我觉得更好 如果没有两人一起奋斗 我觉得那样的夫妻 也可能是比较稳固的 我觉得那种 属于患男夫妻 就是比较稳固的 那这个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现在不少人 进行了婚前的财产公正 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有些人会认为 这样显得两个人特别生分 好像对我们的婚姻未来没有信心 我觉得绝大多数人 可能都不适用这个 但有两类人 我个人是适用 一 夫妻双方之间 财产相差数额巨大 比如男方有一千万存款 女方只有五万块钱 这个时候女方说要嫁给你 不得不考虑她的动静 因为你问她 你是看上我还是我的钱 答案肯定是唯一的 一定是看上你的 但是你跟你的钱 是一体化的 是吧 所以说婚前财产说巨大 差距巨大是应该公正的 第二类就是说 双方都再婚带子女的 比如中老年再婚 比如说他 你父亲就跟一个人结婚 两人多大孩子 你父亲有两套房子 你肯定做儿女的要想 是不是他冲我爸的房子来的 这是一定要做公正的 因为双方都带子女的婚姻 本来财产就说不清楚 还是分清你和你的 我的我的好 但是如果对于初婚的人来说 这样做可能是 一般人都接受不了 我可能也都会接受不了 但是如果你思想前卫一下 做一下东西也没什么害处 把坏丑话说的钱没什么害处 但是不太适合于绝大多数人 如何看待婚前财产公正 专家观点 婚前财产公正对大多数人并不适合 但有两种情况应该进行 一是夫妻双方婚前财产数额相差巨大 二是中老年再婚情况下 为避免日之后财产纠纷 可以进行公正 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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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再次回到我们沟通无线的节目现场 那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你的婚姻有前途吗 我们非常荣幸请到了著名女才是刘彦斌先生 那么接下来的这个话题呢 我先跟这个刘先生沟通 因为刚才呢您说到婚姻和钱的这个问题了 我在理念上还不太能接受 但是我相信有一些朋友还有这样一个想法 就是说我怎么能判断出对方是爱我的钱呢 还是爱我的人 你有没有什么招让他拆拆招 挺难的 对 挺难的 真是特别难 这东西特别特别难 很多人这种考验考验的时候 如果他真想算你考验的时候 他也可以考验不出来 是 比如说你问他喜欢不喜欢 他说不买贵的就是那样 然后那个结婚时间一长了会暴露出来了 那怎么办 那只能量了 我觉得相差太大还是去界定一下好 就是双方如果是相差太大 财产数额相差太大 比如一个亿万富翁 娶了一个灰姑娘 一定是要界定一下好 是吧 我今天还是界定一下 这样心里比较把握 然后你给他一个死数 比如说五年之内 你跟我离婚只给两百万 是吧 给他一个死数就完了 对吧 就说你我们要把投资 我们是做投资的 风险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 是吧 如果被人分走一半 那能不能这样 如果相差太大 干脆就别结婚了 那也挺难的 男人其实要到有钱的时候 他其实不是在意女人有没有钱 是吧 但是他会在意女人 拿不拿走他的钱 对对对 很多人都会在意 完全在意 完全在意 如果女人不是这样的话 我觉得娶个老婆就挺好 我这儿有例子 我原来单身的时候 人家跟我相亲 就有开着宝马和林志的 过来管我借钱 每周都管我借钱 那他为什么找你借钱 他说我就是要考察一下 你是冲我的钱 还是冲我的人 后来我才知道哪儿啊 这人就冲着我的钱来打主意 对对对 宝马是别人的是吧 租的吧 他真的 或者是贷款买的 宝马是租的 我看开宝时捷的人都有贷款买的 然后欠着银行一屁股债 不去还银行钱都有的 他是这样 开好车的人未必就是有钱人 我突然觉得有钱挺痛苦的 有钱 我觉得有钱人不舒服 他就是即使感情 他还怀疑别人冲他钱 其实对 我们干脆不谈这期节目了 不赚钱了 其实我觉得人 但是因为社会物质生活 到了这个层次的时候 有钱可能会觉得痛苦 你会觉得没钱更痛苦 如果就像以前 比如你要到那些很穷的国家去 那些生活特别特别差的地方去 其实没钱是一种欢乐 对吗 如果你中围的人都没钱 就是一种欢乐 如果你中围有一些人有钱 有些人没钱 一定是不欢乐的 是吧 因为人生下来就有一个毛病 攀比 这个刘老师 今天其实跟您在一起聊天 对我这种 你是比较理性的 我是比较感性的人来说 我会觉得 这是男人和女人天生的区别 就有一种梦想被粉碎的感觉 因为我觉得 我觉得其实两个人 两情相悦在一起 怎么都可以吗 为什么要把钱 今天我就觉得 把婚姻跟钱放在一起 我说的就特别不舒服 我们想爱情是 我们就打个比方 爱情像一艘船 它始向的目的地 不是婚姻 是想始向幸福 爱情要载着两个人 走向幸福的彼岸 爱情这艘船 要走向幸福的彼岸 但在过程中需要加油 需要停泊 需要吃饭 就是说爱情在前进的过程中 是需要有金钱作为支撑的 对吗 没有金钱支撑的爱情 是跑不远的 所以说爱情跟现实之间 一定是连在一起的 光有爱情的婚姻 肯定是不能长久的 但是没有爱情的婚姻 可能是不道德的 但也许也能长久 是吧 我们在救生会看 也许也能长久 只要有钱 然后你看救生会那些婚姻 那些什么媒妁之言 那些婚姻 也可以做得很长久 但是我觉得 婚姻一天都离不开钱 对吧 光有爱情两个人之前 你看着我看着你 不可能就娶个仙女一样 看两个月也都审美疲劳了 肯定是这样 还有仙女 他不可能 实际上 他问你讲没有仙女是吧 只要看着别人家老婆的时候 脸睛才会放光 你那天不是自己的 今天反正我所说的问题 都不代表我个人观点 因为我觉得问的问题 都是我特别不想问的 接下来要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们是否同意夫妻之间的消费 要A制 如果同意呢 请举这个下脸 不同意 酷脸 来 请亮牌 好 我们先找几个 不同意 酷脸 说说 谈他为什么 来 听这一对的 我跟他一结婚 我就担起了一个 照顾他的责任 所以说在生活上 金钱上 我自己就给自己 定下一个标准 就是肯定是要 让他幸福快乐 我觉得在金钱上 有这方面的保证 是我要做了必备的一步 所以说 钱方面 我感觉 真的应该是男的 负担的更重一点 所以说 A制 我也不想让他有负担 他的钱 让他自己花 我还要挣钱让他花 这种男人 我们都想嫁 你算是嫁对人类 你跟我是一样的 好好 您夫人 妞妞 我就有一点 我就觉得A制的话 两口子感觉特别不亲 我们俩达成共识的 我的钱是我的钱 他的钱还是我的钱 但我给他买东西 我给他花 这也行 你们俩认同一致 那我们再来看 朱翔 你刚才是举的是哭还是笑 你不同意 我这个 没那么多理由 那么复杂 我这很简单 因为我不理财 我太太理财 她要跟我A制 我得饿死 她不是走短 你是涉及到生存问题了 对 对 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 好 陶杰 你跟你老公又不一样了 是吧 对 我们不说原因了 我们就说我们结婚前 发生的一小段对话 当时我 我说 老公 咱俩结婚以后 是拿出一个月拿2000 放在家里做购有基金好呀 还是3000呀 我的意思很明白嘛 我们AA嘛 我老公说 从结婚当天开始 我把我所有的钱 全部都给你 弄得咱好像挺小的 似的 其实我想的是什么吧 其实我知道 她就不花钱 她如果不花钱的话 你说 这个钱要是都放到我这儿 如果我出手比较大的话 她心里多难受啊 对吧 我不能 我不能这样子 给别人造成负担呢 再怎么说 咱也是一独立女性不是 但是我听见她说 把钱都交给我以后 我当然心里很高兴了 就嫁这人吧 来 听听你老公关系 其实我认为 这个家庭里面 就看你的这个收入的水平 你比如说我两个人 我一个月才 那么挣了 有一两千块钱 我的开销主要用于 吃和穿 我建议搞AA制 如果当你一个家庭的收入 稍微有定的水平的时候 那个吃和穿 不是你的主要的消费的方向 那么这个时候呢 AA制没有必要 所以呢 那么这个家里的钱呢 就是由她管就行了 我可以当甩手掌柜 甩手掌柜 好好好 你好 我是不同意那个AA制的 因为这一个是 还是有一点传统吧 我记得我在国外读书的时候 就是说我们在西餐厅吃饭 和我桌子挨得特别近的 就是一对情侣啊 非常年轻 因为我们都是大学生嘛 他们两个在吃饭的过程中 非常的亲密 但是呢 就是说吃完了饭以后 就是说 每人掏出一部分钱来 放在那个杯子下面压着 一开始我还当时小飞 但是我对面的那个学长 就告诉我说 这是他们俩各自的饭钱 我说一个人付不就行了吗 他说人家这有规矩 但是如果说 当时我心里 虽然是别人的事啊 但是我心里就特别扭 作为我来说 希望我说了别得罪男士啊 我花男人的钱 感觉挺心安理得的 就天经地义的事 花男人钱 很心安理得 反正挺幸福的 无论是他是不是我男朋友 只要是男性跟我一块睡 你跟他换个地儿坐 你跟他换个地儿 我明白了 你主要觉得男人 应该这样呵护女人 你会有一种被呵护的感觉 被保护的那个感觉 并不是我们涂他们钱 是吧 对 好 那我给丽丽 我也是反对这个age 我赞同刘老师的说法 因为我是一个非常感性的人 这个感性呢 不光是在生活上 包括在购物上 只要喜欢 有的时候根本不看价钱 所以说呢 就是我们家的钱 我老公管 我只负责花 是这样的 分工非常明确 对 你刚才说到 你是一个挺喜欢疯狂购物的人 肯定有时候会超值 有没有什么矛盾升级的时候 有过一次就是 他呢 就是平常出去背了一个 就是那个公文包 坏了 然后当时就是 我呢是觉得 他也是一个企业的一个经理吧 然后经常出去见客户 我是觉得那包都烂了 然后特别不好看 然后我就偷偷的 去到金波达给他买了一个 然后那天晚上 我们俩因为那个事情 第一次有了一个很大的冲突 然后那天晚上 那天你说也挺伤心的 我特别 我当时特别特别伤心 然后哭了很长时间 然后我因为什么呢 就是我回来以后 我逛了这么长时间 给他挑了一个很好看的包 然后也觉得也不错 然后呢 回来以后满心欢喜的 老公怎么怎么样 然后还没刚开始说 他一看那东西 然后就淒哩啪啦的怼我一顿 然后你心里就当时特别 你这样 你要是AA制的话 就不会存在这种 他也不是AA制的问题 他其实就是说 他买的样子 老公也不喜欢 他觉得不实用 钱也花了也不实用 男人和女人的 喜欢东西方面 天生的就是不一样 对 女人是以好看为主 男人是以实用为主 对吧 对 我太太去香港 给我买过三个包 全是尼龙的 全是那种看着特别好看 但是没法打理你知道吗 而且尼龙边上 带一层皮边 没法清洗 我每回都放那不用 我也不好 以前我刚开始也是 跟你有个类似的 回家跟他说 后来我觉得 老婆也是好心好意 何苦呢 不用罢了 但是没法用是吧 我要买 一定买一个单色的皮的 因为好擦对吗 男人也是以实用为主 女人是以好看为主 对 所以他天生不是一回事 对 这个刘老师有一个观点 说夫妻之间的AA制 是一个婚姻的陷阱 我们听听你的理由 因为我觉得 AA制可能是从西方驳来的 它跟中国国情就不相适应 因为西方这东西 还是18岁 把孩子轰出家的 是吧 咱们不管管了 1838结婚吗 还给他钱的 所以他跟中国传统这种文化 可能都是相悖的 第二个AA制的东西 不符合夫妻之间 相互救治的原则 如果实行一段AA制 它有前提条件 一 俩人收入相当 长时间收入相当 家庭负担相当 它有一大堆约素条件 而且只适合在 刚结婚的时候 一短暂的时间 如果时间一长 你老公突然之间 从部门经理提升总裁 一年从十万工资 提升五十万薪水 你还跟以前 挣一样的多 他还像家里 每月交一样的钱 你立刻就完蛋了 你立刻心里 就开始不平衡了 所以AA制 就是一种平衡 是吧 一旦这种平衡被打破 以后一旦变成不平衡 一方可能心里 就会发生扭曲 那时候女孩 你不会想 她不往发生的那钱 哇塞 你一点都不爱我的 女人会这么想吗 女人把所有的问题 都归结于感情问题 这是女人的天生的想法 她跟男人不太一样 所以说 就是你老公宅都宅不清了 所以说 但是你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家里可以要小金库 没问题 这是我支持的 说你双方有点小金库 没问题 这样生活 比如你陪你妈逛街的时候 花一段钱 这个没问题 但是金库不能大 这是我的观点 所谓小金库 金库 金库金库 那是家里的大库 比如家里有金库十万 我的原则就是说 不能超过金库的5% 算小金库 如果你达到金库的50% 肯定都是大金库了 是吧 前两天电视有一个报道 一个老婆发现 他老公背着他有几十万的小金库 那我称为财务背叛行为 是吧 他老公说要跟他闹离婚 他肯定有这个都想不通 如果你有几万块钱 比如你家里有100万存款 你有5万块钱以内 我觉得都是合适的 好 欢迎 欢迎 欢迎大家 欢迎去回到我高中文献的演播现场 那么今天我们谈了的话 是不是你的婚姻有钱 对吗 非常高兴我们请到了 著名女才是刘彦斌先生 那这个刘老师 刚才我们已经谈了 这个家里呢 就是我们到底多少钱该结婚 我们夫妻要不要AA制 那接下来我们想探讨一下 其实我们家里谁管钱的 是 就是这个问题呢 我们先让在座的各位 先用批板来作答 男人女人谁管钱可何事 双方都有哪些都是 嘉宾们纷纷说出 自己家庭的特质体道 专家如何点评 又有哪些建议呢 我们一起来看吧 燕超是吧 燕超 燕超你好 燕超是你管 很自信啊 我管 为什么呢 因为他不管 又是你先天有这优势是吧 其实这个也是想办法得来的 那我这个人呢 肯定是比我老公爱消费一点吧 我老公其实还是不是乱消费的 那我就希望我兜里的钱多一点吧 至少不用受他管吧 是吧 然后刚开始 我俩刚开始谈的时候 就是我特别大方 因为我老公很懒 然后每次我俩一块出去干什么呀 都是我掏钱很主动很积极 然后等到我钱包我钱掏完的时候 那必然该他掏了 不能老让我掏吧 然后但是他还是懒 然后他就彻底把钱包给我了 然后我就混来了 然后以后就全是我管 那你自认为你管方便 就是因为你会花所以你管了 也没有 是因为小花所以我管了 你小花子 那他也他要花钱的话怎么办 找你要 他花钱 反正小钱的话肯定就不找我了 要是大钱的话 还要跟我商量一下 商量一下的话 那就看吧 就看我心情吧 好 谢谢 我们来给这个预录是吧 因为刚才你的观点是 只要是男人的钱你花着都很舒服 但是我们看到他了吗 他说管钱的时候他还要管着 我觉得就是说 咱们可以这样打个比方 如果说一个男人 他满身上下装的都是钱 他如果说出去风花雪月的话 是他负账了 如果说是一个女人 那个就算是他那个婚姻出轨 或者说一个女孩子 他出去风花雪月的话 他肯定把男人钱泡来 对吧 这肯定不对了 一种是赚钱 一种是消费 这肯定不对 所以说我觉得 就是说你觉得 作为女人管钱 怎么着都是赚的 对 女人管钱会越管越多 男人管钱就管没了 他的观点是不是太独特了 我都不敢苟同 我都不太敢同意 我觉得这个 他们有一句话说 说男人的钱 最终会花在不同的女人身上 这话倒有一定道理 但是女人出去就能挣钱 这也不对 这肯定就不对了 这肯定是不对的 大雷写的 他把男人和女人的优势都说了 你说男人是 你谈到你的观点 我觉得男人花钱会更理性一点 你像就像我在生活中 我感觉男人其实很多消费品 很少消费 而女性就不一样了 女性需要不需要 她全靠欲望来支撑 根本不考虑需求 所以说而且在挣钱方面 我觉得女性完全不输男性 所以说我总结 女性就是只会花不会挣 所以说理财 我觉得还是男人更细心 更理性一点 太太管钱是内政 男人一般比较理性 你还是同意让她管钱 这个钱 女同志管是女同志的美德 女同志都应该管 男同志应该放权 那是人家的内政 财政大权也交给人家 所以我不要管 而且管钱这个事 婆婆妈妈 男同志应该干什么 搞家里面的战略 女同志搞内部财政 所以如果当她要特别不理性的时候 我要把这个钱拿回来 然后再还要给她 你别这么说 为了参加咱们这期节目 我先生到网上查了很多理财方面的知识 做笔记做了午夜 然后说咱们两个抽个时间 我要跟你上上理财课 你说这什么意思吗 这不是明显对我理财的事不放心吗 所以我本来想支持男人理财 后来我认为像这样的男人 还是交给我来理财 还是比较好 也就是说他其实对你是不放心的 对 不是 他想让你把钱生更多的钱 因为理财的观念不一样 理财的观念不一样 应该是两人共同商人 我们看问题的 有时候角度维度不一样 有时候需要沟通 但是他说了一点 我觉得他说是因为管钱的事 是婆婆妈妈的事 你这样看 其实是挺碎的 我其实也像你的想象一样 我也想交给老婆 我老婆太糊涂了 我没办法 我只能自己承担起来 其实我觉得钱是两个人的 共同财产 应该是共同商量的结果 最后谁来管的 因为两人共同推举一个人来管 而且我觉得两人要分摊一起管更好 比如说我觉得说 男人理性一点 可以男人管投资 是吧 女人那个什么一点 女人感性一点 可以女人管消费和储蓄 什么也可以 是吧 你让他管消费 就让他能抑制一下 他花钱的冲动 但是花钱冲动 是女人的天性 这个东西改不了 是吧 所有的女人都犯这个毛病 所以说 我跟那些老公讲 我说不用为这事 担心 也不用为这事生气 所以我向我老婆 回来买什么东西 我根本就不问 尤其不问价钱 问完了一回 你心里会不舒服的 是吧 我不问 眼不见 耳不闻 心不烦 我就是买吧 差不多 其实一般女人 如果她结了婚以后 她如果想跟你过下去 就是她买东西 她是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 所以到现在 我基本上是不问 家里非常祥和 问了也就不祥和 问了就不高兴 就像我刚才那小伙子说的 她一买东西 我肯定不高兴 是吧 其实我们探讨 男人管钱好 还是女人管钱好 都不重要 那您觉得就是说 不管男人也好 女人也好 他具备哪些素质 管钱比较合适吧 就在夫妻当中 也可能其实不在于性别上 我觉得 对 我觉得 他对着是感兴趣 什么东西 他对着是感兴趣 第二个呢 他能严格遵守制度 就是说理财 它是一种纪律 是一种制度 你定下来这种制度 就严格遵守 比如说什么钱 就不可以不花 然后就严格遵守 如果你经济 富裕到一定程度 就刚才像他讲的 稍微随便一下 也可以 是吧 因为理财的目的是 为了生活幸福 是为了日子过得更好 没有必要当苦行僧 但是在年轻的时候 如果你兜里 没有那么多积蓄 就要靠纪律来节俭 这一点办法都没有 是吧 我老讲 你要 所谓什么是理财 所谓理财 就是为了明天的美好生活 来存储今天的财富 对吧 你要今天不为以后去想 那你以后可能会 很多人年轻的时候 又开车 又去住房子 结果晚年非常凄凉 对吗 他们花弯了晚年的钱 所以理财就是为了 以后过上好日子 来今天要做出一些 牺牲和节俭 那好 这个我有一个朋友 他给我咨询过这个问题 他谈了一个男朋友 就是他总该 给男朋友买衣服 买鞋 什么的 春夏秋冬的 都操心 可是这男的从来不给他买 就买吧 也是那打折的 他问我说 这男人咱敢要吗 稍微有点过分 还没结婚呢 没有 那可能是有点过分了 我觉得好 那说不定这个男人 一般男人就是 没结婚的时候 装也能装一会儿 是吧 不然装都不装了 对对 有点太赤裸裸了 我觉得有点过分 我觉得有点过分 那好 那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呢 其实是从理念上 让大家树立起婚姻 和金钱的这个 两头并重的这个关系 那么在下一期节目中 我们将告诉大家 就是怎么样让钱生钱 让我们把这个婚姻 经营得更好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 下周的沟通一线 理财专家刘彦斌 想继续和大家 一起探讨婚姻理财 有趣的心理测试 生动的模拟理财 理财专家现身说法 帮您建立正确的 婚姻理财观 不议其一个孩子的家庭 很健康 不要轻易破坏你的家庭 因为离婚是最大的破坏 下周六晚21点30分 沟通无限 与您求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